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他参加了智慧城市经济论坛 但他再次被问到是不是会出席高雄市长韩国瑜 8号在三重的造势活动呢 他表示自己是力拼市政 行程都已经被排满了 避而不达 反倒是一同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可以说是活力全开 他说最好的选举方式就是交出政绩 没有必要鸡飞狗跳的大造势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智慧城市经济论坛 力拼市政强调建设要从基层做起 他主政的新北市拥有300多万票 是全台第一大票仓 他的支持意向洞见观瞻 不过在公开场合他绝少提及选举议题 以往都是第七一种小区公司一种 没有种他们种但是市长 一定要势必攻击亲自去看 非但不提选举甚至沾上任何助选色彩的活动 侯市长都退避三社 9月8号韩国日新北三重大造势 侯友宜虽然没有明确拒绝 但看来参与的意愿并不很高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出席了这个论坛 也免不了被问及他昔日的对手韩国瑜 陈其迈更是火力全开 讲错话失言就道歉嘛 那道歉那么困难嘛 最好的选举的方式就是交出政绩嘛 不然这样鸡杯狗跳实在是也不太好嘛 相价于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当选后 只取总统大位低调虚政 必谈选举的侯友宜反而累积了更多潜力 他跟宁静党籍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隐然成为蓝绿阵营最抢眼的地方诸侯 东西新闻综合报导